大陆维权人士李贵芝原本要去参加香港7月1号的大游行 结果在广东藩鱼被当局拘捕 随后李贵芝被当局押送回河北 关押在保定市的一家宾馆内 而在日前李贵芝在亲人的帮助下已经从宾馆逃脱 但警方正在寻找李贵芝 李贵芝目前的处境令人担忧 德国之声中文网报道 现年57岁的李贵芝7月17号早晨 被侄子王建富从宾馆解救出来 目前警方正在向家属施加压力 迫使他们交出李贵芝 目前王建富已经被警方拘捕 李贵芝的家人非常担心警方会再次找到他 大陆维权人士李先生表示 在大陆访民被打死打伤的事情历来都存在 现在由于涉及18大的维稳问题 当局对访民的打压更是肆无忌惮 在这个民运沸腾有更多的访民上方的情况下 共产党的专制统治出了一个风雨飘摇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面临着中共党魁的先决 他们为了维持所谓的文明军的局面 平民的过渡 对访民的打压是空前绝后的严厉 上海访民张翠珠表示 作为访民根本不愿意去上访 是当局逼出来的 他非常理解李贵芝现在处境的艰难 希望他能躲过当局的追捕 在知情人士给新唐人提供的李贵芝音像中 李贵芝揭露 在劳教所 警察打访民非常凶狠 老百姓简直让他给治愿 打得打 伤得伤害 在劳教所多少人被他们逼疯了 我现在出来还不让我输 多少人被他们打了 简直是他们太无法无天了 据李贵芝介上 他的儿子任海峰毕业于景观学校 在河北来水县公安局任职 是公安系统的在边人员 任职期间 任海峰掌握了大量当地公安腐败分子 开妓院贩毒的证据 2006年3月31号 任海峰被公安内部腐败分子买凶暗杀 任海峰遇害不足三个小时 连家属都不让看的情况下 遗体就被当地警方急速火化 警方声称任海峰是意外车祸死亡 所有的证据全部丢失了 之后 任海峰怀有身孕的妻子 被腐败的警察逼迫堕胎 我实在是太惨了 太苦了 我们我的儿子都惨了 人家就给烧了 你说我那么大的孩子 在脚 这个动物里妈的那样干 连看都不让看 儿媳妇关于 孟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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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3月 李贵之在北京呼吁汉卫宪杰烂黑监狱运动 被河北国宝非法抓捕 非法关押黑监狱数十天 两会结束后获释 6月26号 李贵之特意赶到深圳 打算加入中国百姓维权联盟去香港参加大游行的队伍 他在深圳等待签证期间 发现国宝追查他的行踪而离开深圳 但仍于7月1号在广州攀渝被抓 据了解 到香港参加七一大游行的江苏访民宋宁生和曾九子 23号被中共当局判处劳教一年零两个月